我們來看這個反三角函數的性質 第一個性質就是腹角攻勢 就是說 你看這三個三角函數 它直慾都在一式向線 凡是一式向線的話都有這個性質 直慾在一式向線 為什麼呢 比如說 這個x 我們知道這個sine c大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y出r y的話就是這個 那這個y的話就相當於x 就是說如果y是正的 把它加個負號以後就變成負的 它對應的角也就變成負角 由正角變成負角 這意思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角度 就是說正角加個負號就變負角 它的意思就是說 負也不是這個 對應到負角 不行啊 好 那肯正 consecant都有這個性質 因為consecant 它直慾也是一式向線 因為它是那個三個導數 好 再來呢 凡是直慾 在一二向線的話 都有這個性質 都是呢 180在減掉呢 這個cosx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比如說我們看看這個cos cos的話也是看的嘛 看這個 這個x對不對 它對應到什麼呢 對應到那個 cosx 就是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是cosx 好 那負也克斯在哪裡呢 負也克斯在這裡 當然負也克斯除以r r的話我們就電子1 這是負也克斯 這個時候它對應的角度呢 也就是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 180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所以要變成π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其他羅來的都是類似的檔 好 這個很有用 好 我們現在 來看這個 v角公式 我們證明這個公式的時候 要問到這個性質 因為我們要劃分嘛 劃分說 x大於0的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小於0的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來看看這個第一個公式 第一個公式的話 是 sinx加上 accosx 這個是等於2分之π 我們先來討論說 x小於等於1 大於等於0的情況 我在第一項簽的時候 再弄出來 我就拎這個叫θ 我拎這個叫θ 我拎這個叫θ 我就拎 θ是等於多少呢 sinx 那這樣我們就知道x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sinθ 好 那這樣cos 等於sinθ 那cos是等於多少呢 cos4呢 是等於1-0多少 s平方 那x呢 x的話 還可以畫成多少呢 1-這個 sin4 平方 不過90度的話 我們看喔 不是這樣做的 這次畫成多少呢 cos 90度 減掉θ 所以這得到多少 得到2分之π 減θ 因為這個也是在第一項線 因為是得在第一項線 因為這個大於 大於0小1 所以這個得到 cosx 那θ是什麼 所以就得到 2分之π 等於 oxx 加上 oxx 好 這個是 當你x 是正子的時候 在第一項線的時候 如果是負子的時候 負子的時候怎麼辦 負子的時候我就把它畫到 第一項線 當x呢 小於0 大於等於負1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就把它寫的這樣 負的 sin4x 因為x是負的嘛 負子的話 我抽一個負號出來 就變成這樣 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正人 那加多少 這是負的嘛 然後代什麼 代這個公尺 我把負號抽出來 變成了time 剪掉 cosx 然後現在 這兩個都是正子 所以代 剛剛證明過的那個性子 剛剛證明過 這兩個都是正的話 加起來 二分之π 變成π 剪掉多少呢 sinxx 加上 加上 cosx 這是二分之π 所以這二分之π 所以這個公式 這個值 只要在 一跟負之間的話 這個公式都是對的 第二個的話 也是類似的證明 第二個的話也是類似的證明 比如說這個是 actensinx 加上 actensinx 加上 這個怎麼二分之π 我們分兩部分 這大一點的跟小一點的 如果大一點的 我就定這個叫x 那就等到多少呢 x是等於tensinx 那是在第一項線 這就等於 cotensinx 2分之π 整四大 然後兩根取盤函數 變成 2分之π 整四大 等於是 actensinx 這就是actensinx 這就是actensin 然後呢 一過去變成 二分之π 等於actensinx 加上 actensinx 加上 actensinx 那符號的話也是一樣 符號的話 證明跟剛剛是完全一樣的 那第二項線也是如此 那第二項線的話呢 可以回去當練習 因為第二項線的話 是π 整項線 那如果 那第二項線是符號 抽出來 那把這個 就把這符號抽出來 把這符號抽出來 把這符號抽出來 第三個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看呢 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我們證明那個負的 這個值是負的時候的話 這時候怎麼辦呢 就是 就是說 x 它是大於等於1 它有兩種情況 大於等於1 或者是x 小於等於負1 我們證明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的話 是這樣子 這如果是負的話 然後 這個抽出來 變成 pi 減掉多少 x x 這符號抽出來 減掉 x x 然後這兩個 在第一項線 所以是 pi 減掉多少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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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在第一項線 那我們假設 我們證明到的 它是等於2分之π 那是2分之π 所以π減2分之π 就得到2分之π 證明都是類似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導數的關係 導數的關係 我們也是分兩部分做 這個因為範圍一樣 這個的話都是取的 不然我們也是分兩部分 就是一部分的話 就是x大於0的時候 跟x小於0的時候來證明 我們選幾個證就好了 比如說 這次 我就定這個叫θ 那這樣等於多少 假設我x大一點 假設他大一點 那這樣x等於多少呢 sin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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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只要那個 cosθ 就得x分之1 那θ也是等於cosθ x分之1 所以這兩個就一樣了 這個是cita 這裡是tia 所以這兩個就一樣了 所以是sin x sin x x分之1 x分之1 這樣就證明了 其他一樣 如果齁 如果齁 這兩個都是負的的時候 如果都是負的的時候的話 就是在第四項線的時候 那符號可以抽出來 who x sin x x 等於說 who x x分之1 x分之1 現在who x是大於0 大於0的話 就是又可以用原來這個公式 就是 怎麼講 就是說 因為這個已經大於0了 用原來那個公式 這一項就等這一項 對不對 加個5號 那就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 得到 這個多少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我先寫一次好了 x 就是x小0的時候 那我副號可以抽出來 who的多少 x x x 現在x大於0 所以我可以帶這個公式 這變成who的多少 x分之1 這樣子 好 這樣子以後 那我兩邊的序量不好 就得到什麼 3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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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怎麼證 應該是 現在證到什麼呢 應該是要把這個護號拿進去 因為這個已經代理了 代理的話 我這個護號可以把它拿進去 護得證 所以這個就等於這個 諸如此類的 比較特殊的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 它是什麼情況呢 他們的執意 規劃的都不一樣 Tangent 執意規劃在多少 在一四向線 Cotengent 執意規劃在哪裏 規劃在一二向線 所以我們也要用副角公式來證一個 另一個字比較簡單 我假設它大一零的時候 大一零的時候的話 我們看第三個 Tangent 執意規劃 這個是等於 Cotengent 執意規劃 這要打問號 我現在證明 我就定這個叫Sita 那就得到X 是等於Tangent 執意規劃 那 我現在這個導數 就變成Cotengent 執意規劃 所以 Tangent 執意規劃 Tangent 執意規劃 等於Cotengent 執意規劃 這樣就正名了 比較特殊的就是這個 這個如果是小名的時候 情況怎麼樣 後面是正名第一個就好 後面那麼高的話 回家自己練習 現在如果是小名的時候 也是把它規劃到第一項線 是等於 負的多少 Tangent 執意規劃 X 前面我們已經證到了 這X大於0的時候 是滿於這個式子 所以這是 負的多少 這是 Cotengent 負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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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 負的 可以拿上去 負的可以拿上去 負的拿上去 因為X分之1是正的 所以要帶你的公式 帶這個公式 負的 Pi 剪掉多少 X X分之1 就是 X分之1 剪掉 Pi 這樣子 XP上的話 像這個公式 就不要記了 到時候在算的時候 通通把X 把它畫到B 向線去 這個做法都一樣 通通把他畫到B 向線去的時候 再來處理 這樣的話就不用記這麼多公尺